大家好,我是不会开船的船长 今天给大家介绍部法国电影《意外爱上你》 在不开灯的房间摆法苍苍的男主角皮耶 看着过世太太的头影片 走不出失去挚爱的伤痛 所以每天把自己封闭起来,逐步出户 忽然皮耶的女儿谢尔维来探望皮耶 送了台电脑给她 好让她学习新事物,一种促上偶之痛 而失业的埃里克斯和女友朱丽叶 同居在朱丽叶的妈妈谢尔维的家 谢尔维亚埃里克斯去当皮耶的电脑老师教她上网 还说不会告诉她你是朱丽叶的男朋友哦 来到了埃里克斯教皮耶上网的这天 学习和谢尔维视讯,学习拍照 学习点两下就可以看到拍下的照片 休息时间皮耶开始介绍起照片中的家人 女儿谢尔维,外甥女朱丽叶 还有皮耶喜欢的朱丽叶的前男友大威 介绍完后皮耶便抱怨起朱丽叶现在在保养现任男友 他们不会长久的 一脸尴尬的埃里克斯只好把周围去吞下肚了 于是埃里克斯来到电视台找工作 电视台主管要她写一发一维题材的剧本大纲 但没有稿费 如果剧本吸引人就能拿到编剧合约哦 埃里克斯回家后告诉谢尔维 她要免费为电视台写剧本大纲 所以要找其他人替皮耶上课了 谢尔维觉得埃里克斯太没用了 有工作就做啊别挑三简四的 埃里克斯顺势的道说谢尔维 很受不了皮耶一直把大卫挂嘴边 这样很奇怪而谢尔维一个恼羞 觉得真正怪的是 我女儿被迫搬回家住是因为男友失业 谢尔维吵以后就帅气的转身离开 到了晚上 孤独的皮耶在上网时 萤幕挑出了交友网站的广告 皮耶手指一点 注册了账号 谎报了年龄 还用了埃里克斯的照片 故事就真正开始了 又来到上课的日子 皮耶和大卫视讯者 大卫说两天前朱莉也告诉我 韩西男友处得不好 她整天有手好闲 皮耶也回应 反正他们不会长久 让一旁的埃里克斯又把委屈吞下肚了 下课后 皮耶开始和网恋对象弗洛拉聊着天 皮耶表示 前妻已经去世 自己是名中国学家 不只会说还会写中文 让弗洛拉觉得很迷人 并约好了过两天见面 隔天晚上 皮耶找了埃里克斯 代替她明天和弗洛拉赴约 但埃里克斯拒绝了 我女朋友怎么办 皮耶开始悲情攻势 处处可怜说道 老婆过世后 或者没有价值了 也无法承受孤独的生活 幸好有你在 没关系 回去找你女朋友 让我独自面对这些问题吧 接着皮耶在遭欲情故纵 拿了钱给缺钱的埃里克斯 在金钱诱惑 和想帮助皮耶的条件下 埃里克斯答应了皮耶的请求 拿人欠财替人消灾的概念 两人开着车出发了 中途休息时 皮耶先叫了埃里克斯写中文 以免穿帮 于是埃里克斯来到约会的餐厅 和弗洛拉见面 弗洛拉说了一段听得懂的中文 两人坐下后 埃里克斯还夸他 你的发音很到位呢 弗洛拉则是介绍 自己是物理治疗师 刚开始我有点怀疑 你不想视讯 又没手机 觉得很奇怪 直到那天你对我说 你女朋友的事 我才觉得你这人很真诚 此时皮耶像幽灵般的 在窗外徘徊 接着便走进酒吧 坐在弗洛拉后方的座位 依旧像背后灵般的 听着弗洛拉说 你的文字和倾诉的方式 很让我动心 也不介意你有女朋友 讲到这 皮耶安自窃喜着 另外有个问题想问你 太太去世后 怎么走过来的 埃里克斯告诉弗洛拉 那音音很难走出来 悲剧发生的那天 我开着车 载着前妻 看到前面有松鼠一家路过 又小又可爱 当时方向盘一转 车子就失控了 醒来时就在医院 而老婆也走了 弗洛拉听了很是心疼 斗大的雷珠在眼眶打转着 晚餐结束后 两人散着步 并在车上拥吻 再来就是回饭店 做繁殖运动 隔天皮耶 开车载着 疲惫的埃里克斯 准备回家 沿路休息时 埃里克斯故意气皮耶 弗洛拉聪明又温柔 我们有了繁殖运动 他兴致高昂 非常主动 他铺在我身上亲我 截开我的衬衫 皮耶气得要埃里克斯停止 埃里克斯也不甘失落地回到 弗洛拉的前男友死了 所以他才喜欢你的谎话 皮耶回到家 告诉弗洛拉 你让我的世界天旋地转 太太死后 我的心如死灰 因为你如今又再次跳动 弗洛拉也回到 你让我极度兴奋 欲望来得太快 让我措手不及 我真的很享受这一切 希望你没被吓到 心动的对话 让两人又再次约定 周末的约会 并邀请弗洛拉 住在自己的外公家 接着皮耶开始打扫家里 让前来探望了谢尔维 觉得好奇 皮耶告诉他 网路上认识的约会对象 要来拜访了 这都要感谢你 网路棒极了 谢尔维开心又惊讶 皮耶拿出弗洛拉的照片 谢尔维认为太诡异了 反而担心起来 就打电话告诉埃里克斯 帮他打听打听 皮耶不以为意 继续准备布置自己的小窝 所以买了花束 买了中国风花瓶 用电脑列印广告美女 假装是埃里克斯死去的前妻 另一遍埃里克斯回家后 女友朱莉叶看着埃里克斯的剧本 觉得剧本写性又变态 而且还做工的写剧本 这惹怒了埃里克斯 认为朱莉叶的工作 没什么好骄傲的 你真让我感到厌烦 说完埃里克斯走去洗脸 想冷却一下情绪 朱莉叶却追出来 觉得埃里克斯侮辱自己 埃里克斯才觉得 是你侮辱到我的工作了 朱莉叶又回到 阿不就好棒棒 烂桌就不能批评就对了 讲完朱莉叶转身离开 约会时间到来 电影响起 打扮正式的皮耶 开门迎接弗罗拉 皮耶指引弗罗拉走进了 假装是埃里克斯 冲门中国风的房间 弗罗拉被床头的照片吸引 皮耶和他介绍 那就是皮耶的前妻 墙上还有埃里克斯的妈妈和妹妹 也就是朱莉叶和谢尔维的照片 趁埃里克斯还没回来前 两人喝着香槟聊着天 电灵再度响起 弗罗拉前去开门 见到是埃里克斯 便铺上亲了埃里克斯 于是三人一起晚餐 埃里克斯趁机抱负 说到皮耶是火山学家 皮耶也只好开始痛苦的编织 火山爆发跳水求生的故事 晚餐过后 弗罗拉关上灯 和埃里克斯开始了繁殖运动 于是隔天早上 谢尔维和朱莉叶来皮耶家 关心一下约会对象 没多久弗罗拉走了出来 礼貌的记上了一下后 弗罗拉开心的回房 告诉埃里克斯 你妈和你妹来了 就在外面 埃里克斯先是惊醒 再起床拖延时间 弗罗拉要他赶快出去打招呼 埃里克斯踩脱着 沉重又缓慢的脚步 内心带着不安的走了出去 埃里克斯来到两人面前 皮耶这时解释 他女友吵架了 所以我让他在这待几天 弗罗拉这时走了出来 请皮耶拿毛巾给他 留下尴尬的三人 朱莉叶生气的对埃里克斯骂道 一句话都没留 就消失两天 为什么没说你在这 弗罗拉听到吵架声 准备想走出来看时 皮耶假装被撞到的 踢了一下柜子 弗罗拉马上转头 让皮耶倚靠着墙 而身为物理治疗师的弗罗拉 则帮皮耶按摩一下 皮耶痛苦的叫声 也传到了外头 让谢尔维以为打扰到皮耶了 就不好意思的要先离开 领走前 朱莉叶提了分手 反正埃里克斯心已在 弗罗拉身上了 正合他意 接着三人一起出优 皮耶看着香吻的 埃里克斯和弗罗拉 埃里克斯写着皮耶教他的中文 这一切就像是埃里克斯 代替自己和弗罗拉约会一样 而弗罗拉准备搭车回去时 无意间看到了车站的广告 不就是埃里克斯的前妻 验完车票后 弗罗拉头也不回的走了 埃里克斯还在想什么情况 就带着一头雾水默默的离开 晚上埃里克斯带着自己的行李 住进了皮耶家 知道真相的皮耶 觉得自己的孙女朱莉叶不该 被如此对待 你竟然没告诉我和我孙女交往 我太难过了 隔天两人午餐时 皮耶提到弗罗拉都没有回我讯息 一定是你繁殖运动功夫不好 觉得是有蹊跷的两人 来到弗罗拉家按门铃 一直没有回应 心急如焚的皮耶开始抱怨 是我吸引了他 你来做什么 埃里克斯则觉得 他爱的是我 我要告诉他真相 爱你 那为什么他不见你 因为你不配 而躲在门后的弗罗拉 听到两人对话后 于是打开了门 就让他们进屋了 埃里克斯和弗罗拉道歉 弗罗拉不领情 转向了皮耶告诉他 我想我是爱你的 本以为自己不可能再爱上别人 直到我遇到一位男子 和我一样经历丧偶之痛 我想帮助他 就这么突然 我又有勇气去爱了 埃里克斯继续道歉 我只是想帮皮耶 但没想到对你一见钟情 结果我们两个都爱上你了 弗罗拉起身坐在埃里克斯大腿上 给他一吻 其实弗罗拉开始爱的是虚拟世界 那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皮耶 真实世界爱的是有实体互动 现实条件之下 也说爱自己的埃里克斯 所以决定和埃里克斯交往 之后埃里克斯也成功得到 电视公司的聘雇 而皮耶则是在 埃里克斯和弗罗拉的协助下 用了真实的自己在网络上 认识了新网友 也开始和新网友约会 两人很合的来 影片就在皮耶 也得到适合自己的幸福下结束了 纯长认为 无论经历多悲惨的恋情 我们都要找回自信 还是要相信爱情啊 混蛋们